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基地暗杀的第五集 话说昔日五号基地的队员米安达 回到了文明世界之后 选择了跳楼自杀 但在他自杀之前 和一个神秘人通了电话 他告诉神秘人 自己在五号基地留下了证据 到底米安达留下了什么 电话另一头的神秘人又是谁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五号基地 梅基偷偷的看到亚瑟找到了一件血液 而后在逃跑中遇到了小秋 再之后亚瑟找到了通讯社 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大家再一次聚在了一起 此时的爱妮卡 却因为自己故地重游的缘故 而显得精神有些不太正常 梅基于是提议 大家把沙拉的尸体带回去 埋在了五号基地外面的血地里 梅基这时也发现 爱妮卡越发不正常 她的精神十分混乱 不停地说着梦幻蛋糕 樱桃派之类的话 此时约翰说 那是北极星五号的甜点菜单 回到文明世界的爱妮卡 在家里经常独自坐在角落里 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菜单 约翰知道 他虽然回来了 但是他的心还在五号基地 约翰最后和同事商量 派人前去五号基地 去寻找爱妮卡的下落 房间里 梅基继续讲述了 回到基地之后的事情 在医疗室 梅基检查沙拉的尸体 还把血衣给小秋看 他觉得沙拉是被人所害 而凶手就在那些人之中 此时突然有人撞门 梅基和小秋因为过于害怕 赶紧把门堵上 而且还想用麻醉药 制服凶手 可是此时的凶手 却关了基地的宫殿设备 梅基和小秋躲在医疗室里 温度渐渐下降 二人为了取暖 还烧起了酒精和布料 蜷缩在角落里 小秋寒醒了 差点睡过去的梅基 小秋为了让梅基保持清醒 不停地和他聊天 和他一起幻想起了未来 最后聊到动情之处 还彼此亲吻了对方 梅基一开始 根本不愿去想那些事情 毕竟此时此刻 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能不能活到明天 还不知道 但是却被小秋的吻打动了 一吻之后 小秋带着梅基主动出击 二人来到了佩殿市 但却在这里遭遇到了 神秘人的偷袭 梅基在慌乱之中 失手将麻醉剂 打入了小秋的体内 随后赶紧逃跑 但是凶手却是紧追不舍 梅基找到了艾瑞克 想要寻求帮助 但是艾瑞克选择的是逃避 无奈的梅基 只得自己想办法 他坐在蒸汽室里 利用雾气盖住陷阱 待当神秘人杀来 但当神秘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 这时的梅基 才终于看清楚了神秘人的脸 原来神秘人就是拉蒙 梅基用陷阱打伤了拉蒙 而后在打斗中将拉蒙杀死 此时艾瑞克出现在门外 浑身是血的梅基 对着艾瑞克破口大骂 骂完后 他跑向了小秋 此时小秋已经渐渐苏醒 缓了过来 二人想不通 拉蒙为什么要这么做 随即准备去他的房间查看 梅基此时的记忆有些模糊 为了让他更好的回忆 约翰带他去到了现场 一路上 梅基脑海中回响着西智的声音 途中他还看见了同样幸存的亚瑟 回到屋子里 梅基回忆起和小秋来到此处的情景 在书架上 小秋找到了一本旧书 梅基还在抽屉里找到了拉蒙的手机 手机有密码 小秋和梅基根据拉蒙的喜好 波斯卡三角形 猜测出了手机密码 此时 约翰也根据梅基的回忆 打开了一直没有打开的拉蒙的手机 手机里的讯息 通话记录 全部被删除 只是有很多的影片和图片 而影片也是十分恐怖 此时的约翰看的手机也是十分震惊 约翰猜想 会不会是因为有人发现了拉蒙的秘密 才导致他杀人灭口呢 梅基再次翻出手机里的照片 指出那件带血的毛衣 就是亚瑟的 所以 他认定 亚瑟杀了沙拉 约翰追问血液的下落 可是梅基迟迟不说 那天梅基和小秋发现了这个秘密 却突然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二人追去查看 只看见艾瑞克拿着枪 追着亚瑟 梅基赶紧上前 劝说艾瑞克不要冲动 可是艾瑞克根本不听 他觉得亚瑟根本不配活下去 而梅基认为 亚瑟应该接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正在二人争论之际 亚瑟突然从后面偷袭艾瑞克 而后的艾瑞克也成功领了盒饭 亚瑟捡起地上的枪 正要准备发难 却被小秋抢先一步 随后二人趁乱逃跑 半路 小秋让梅基先走 自己断后 慌乱中梅基只得拼命奔跑 在角落里 他听到艾瑞克的声音 打开一个房间门 发现艾瑞克正在呼救 艾瑞克此时的精神有些混乱 自认为自己还在午后基地 梅基只得不停地安抚他 不要多想 慢慢平静下来 但是艾瑞克却根本停不下来 精神混乱 自言自语 梅基实在忍不住了 质问他 北极经五号到底发生了什么 艾瑞克受到了什么刺激 会导致现在的他精神混乱呢 幕后黑手是亚瑟吗 我们下集揭晓 我是小明 我们下集再见